这首歌 你要干嘛 大门爷在这儿溜的来 溜的去 你要干嘛 你不让人睡觉 你没睡着啊 你要干嘛 我有个问题 想问你 我 我 我不知道这儿为什么 在这儿 就这儿 为什么每次说完这个以后 大家就冷场 然后所有人都要笑啊 因为他讲了一个自己认为好玩 但是竟然并不好玩的笑话 他以为大家都会笑 但是大家冷场了 所以就可笑了 我没觉得 而且每次一说到冷场 我就觉得我看不懂 因为他每次都想这样 但是大家都不乐 于是这个事情就是好笑的 大家就是应该笑的 好吗 你为什么这些书都放到家里面啊 我画的 我知道 我是说为什么都放到家里面啊 外不去 然后公司说那就不能这套库房 让我拿走我就放家里来了 为什么外不出去啊 你比方说 他销售跟不上啊 或者说宣传跟不上啊 再或者 一本书迈不出去有很多原因 不是一句话两句话 能跟你讲清楚的 你有其他的书吗 像《三国演义》和《水浒》之类的 您这个都看不懂 你看什么《三国演义》啊 《三国演义》啊 大半夜看什么时候为什么不睡觉呢 我睡不着 我从来没在外面过过夜 撒谎都不带眨眼的呢 我没撒谎我发誓 我要是说在外面过过一个夜的话 我 我马上变成一头猪 那你学住叫吧 为什么 叫啊 我不叫 那我要说对的你叫不叫 你要说对我叫 你要说错的话 那你上次在会计酒店的话 住 要是你真睡不着的话 我有个办法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你是不是困了 好爱 你说什么 你不困吗 我问你困不困 不困啊 一点都不困吗 我试试 一点都不困 我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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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长本是吧 我这几天没看着你 都敢自己结婚了 啥要不离啊 我从马尔大夫回来我就离啊 什么时候去啊 我现在就在马尔大夫啊 我跟我妈说我现在在马尔大夫 缺心眼 都三十岁了 还那么缺心眼 二十八 都快三十了 还缺心眼 一个萝卜一个坑 她现在占着你这个坑 你怎么跟别人谈恋爱啊 你才缺心眼呢 我不跟人说我结婚不就行了 那你找我干吗 你跟我去找她的崔胖子 哪个崔胖子 不要装 就是给你好过那个开书店的崔胖子 我要找她帮不同搞一个签名手术 你拉倒吧 大小姐 签名手术 你以为她大歌星啊 谁认识她呀 就是因为不认识才要给她搞签名手术的呀 你以为那些歌星谁都认识啊 不都是宣传宣传 然后大家才知道的吗 只有宣传了她的书才能卖出去 你想想在她那个书城搞一个签名手术 是不是一天书全都卖出去了 我跟你说啊 歌星都不是宣传出来的 都是闹绯闻闹出来的 那我不能跟她闹绯闹啊 我还要离婚呢 谁认识你啊 认不认识我都不能搞啊 你必须想做个宣传嘛 发片微博不就行了嘛 我不能发 我粉丝都三十二个人了 那你只能卖三十二本啊 那你有多少本啊 好多本哪 那我有什么好处啊 我不告诉崔胖子 你跟她好的时候 跟别人好过 你怎么知道我 我都聪明了 你们就这么结了 那要这么说 吴童这小子还是挺仗义的啊 你没觉得他特有才吗 有吗 他都出书了还没有啊 你出门给我看看 出书容易 你卖出去没有啊 他这书卖不出去 我觉得主要是宣传的 策划没有弄好 你要给他搞一个特别大的签名售书 他肯定就卖出去了 签名售书 有人买吗 我听梧桐说你可有本事了 说你外号陈半成 没有你办不成的 真的啊 那倒是 是这样的 我跟我姐妹已经把这个签名售书的场地给做好了 我觉得咱们一块使使劲 这书肯定能买出去 就是你跟你姐妹把这事都策划好了 差不多了 我们在银湖书城租了一场地 签名售书 她漂亮吗 她漂亮吗 谁啊 你姐妹啊 师傅 我姐妹呢 不要叫姐妹叫你红 为什么呀 叫你娘去干活了 不是来分类似的 你再麻烈一点 痛痛呢 来来来来 你才来啊 干嘛 这么大场面 我们都咋子咋子 出门道还行啊 谁也打我 我呗 你别看 你怎么玩啊 我这 我还不太玩了 来下来 来下来 这个是谁的主意啊 王老聪 你要干嘛啊 签名售书啊干嘛 这不骗人了吗 骗什么人啊 我没有去过美国 迟早有天会去的 我现在也谈不着漫画家 将来怎么会是漫画家的 你不能拿着将来的这些 这些不重要 快快快 好 你干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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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呀 你干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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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扶椅子上 让他睡一会儿 许杰 干活儿 今天我们 特别是我们新的邀请了 这是我们中国 中国名的漫画家 中国的漫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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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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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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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兄弟 乱画家 看吗 小鹿和蓝饼 在上海那边 做香啊 谢谢大家 先生 小鹿和蓝饼 很棒 小鹿和蓝饼 好 对 来 来 小鹿和蓝饼 祝你罗族 老子 大家快来 来 今年卖的最火的漫画书 是中国著名驴美漫画大师 梧桐 在今年最新的立作 吴老师您看一下 小骆驼蓝底可好了 小骆驼蓝底可以非常好的漫画 梧桐 吴老师 中国著名驴美大师 吴老师的立作 大家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先生 小骆驼蓝底可在地边可好了 你看一下 你好你好 可以来一个 走吧 别走啊 别走别走 对了半年现在坚持这样 抽奖售书 啥奖啊 合照啊 合影啊 给我来本书 来本书 是签名售书 是是是 我给你拿 这儿吴老师 来来来 签名 签名 好来好来 签名书给你收 我来我来我来 签名书给你收 哎 00分3000 哎攀帅排队排队排队 这是拍踢排队排好排好 排好 spor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是说我比较啊 看起 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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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点这么潮啊这个 我特意为你 刚才洗了 不是 我这做完饭了 您给我穿着这干净呀 我得感谢你哥 不用了 椅子不够啊 还有椅子吗 里边来 好 上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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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别陪我还是过去吃饭了 吃饭了 吃饭了 快点了 喜不喜欢啊 吃饭了 来来 吃饭了吃饭了 快快吃饭了吃饭了 弹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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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 吴梦弹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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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现在要挨个敬 好 不不不 你先放一 我敬初次见面的这个许杰 许杰 你先敬我啊 先敬你 以及算是老相识的木木 恭喜 祝贺 真的真的 谢谢 你们跑前跑后 我看在眼里 真是感动在心里 应该的 应该的 来来来 你就好了 金子再好 需要一个挖金子的人 谢谢你们 这话说呢 这话说 很好 现在你可以端背了 陈郎 我的好朋友 这些年一直在帮我 无论从生活上 各种事 帮我凭事啊 你看那个照片 对吧 书 没有你的话 我活不到今天 别别别 是吧 你没有我 你活得可能更好 我特惭愧 是吧 谢谢上官 好了 敬完了 大家吃饭 为什么没有我 为什么要有你 我也帮忙的 就是啊 那好吧 但我还是要恭喜你啊 我敬你 我担不起 我要敬你 我要隆重地敬你 你可以先放下 你听我的感言 如果没有老松 今天就 卖书这事都没有 对吧 对 没有你的执着 我的书不知道哪里 要买这去 你总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去 总是这样 无论是我的生命 掉到了一个冰点 还是 我马上就要被人赶出家门 无家可归了 一无事出了 我可能活都活不下去了 我要死的心都有了 这个时候 他出现了 你把五千块钱 啪甩到茶几上 那一刹那我就觉得 像一个大巴的那样 揍到了陈昂的脸上 我不是说你啊 你说我们俩人的事 罗小聪 我谢谢你 不客气 这话说的吧 让我觉得我特残酷 不是 让我觉得吧 我特不会做人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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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其实 其实梧桐今日 我跟你说实话 一开始我真觉得你这人吧 一天到晚 无所事事 不干净有事 说实话 你觉得 让我觉得你特残酷 可别不着调啊 可今儿这场景 今儿这场景 今儿这场面吧 让我真的 很有感触 就觉得 我这哥们儿的脸 真挺有料的 真的 我我我我进去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 快进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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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 来了 来了 谁啊 你吃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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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这不是我吗 我今天把书全都卖了 一本都不剩 厉害吗 这有个朋友还好吗 姐 我 我给你介绍一下 木木 姐姐姐好 邓杰 许杰 许杰 你好 骆小葱 谁 骆小葱 骆小葱 我姐 姐好 你就是骆小葱吗 吃饭了吗 我们要谈点私事 回避一下吧 师傅 我这样有事 我就先回家了 您坐着啊 骆小葱 你也走啊 你们不是谈私事吗 聊的就是你 唐唐 进我玩去 乖 听妈妈话 你多大了 我二十八 干什么的 4S店的 汽车维修师 修车的呀 啊 家具哪儿啊 安宁庄八百九十八号 胡同里出来的 你跟我弟弟到底怎么认识的 我跟你说呢 少擦嘴啊 我们是有一天下雨然后撞车 碰到后来特别巧 他就去我店里面修车 然后后来又有一次我们又碰到了 然后就认识了 罗小葱你太棒了 你 就撞个车 就修个车 你就能骗着我弟弟跟你结婚呢 姐姐我没骗他 你没骗他他能跟你结婚吗 他是想帮我一个忙 我们是商量着来的 你知道我弟弟以前的女朋友 是干什么的吗 我知道是个模特 我个子很高 腿很长 长得很漂亮 你还都知道啊 那你觉得你跟我弟 般配吗 不般配 是 是不般配 你 一个修车的 我弟 艺术家 你再说话你也走啊 能过到一块去吗 不能 看你吧 你好歹也是个大姑娘 你办事怎么这么不招调呢你 你不招调 你们家也不招调 我没跟家里人商量 所以我家里人不知道 是我不好姐姐 你别生气了 我跟吴通这两天就把婚离了 对不起啊 离婚 我太佩服你了 我太佩服你这小丫头了 真的 真的 你想接就接了 你想离就离了 民政局你们家开的 你干吗 你遛我弟弟玩呢你 昨天我弟 还是个独身男子 今天就是已婚男人了 你让我弟弟以后 谈不谈恋爱 结不结婚呢 谁跟他 你以前去过李子妮吗 买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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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前连李子妮都没去过呀 你这李子妮这边有什么吗 有火箭发射呢 火箭发射没有 有黑毛警长 还有孙悟空 问一下 这个 吴通他姐说话一直都这样吗 平时说话也这样 玩比较直 这还比较直啊 这女人说话嗓门太大了 说话都不会转弯 太吓人了 姐妹 姐妹 咱啊 不是人家的人 咱不了解情况 别瞎参考 行吗 那吴通白显一媳妇 她们家人还不乐意啊 这话也不能这么说 对不对 人家姐姐从小把这个 吴通带大了 一把水一把尿的 完了您结婚走了 是吧 黑不提白不提了 这事得换个思考 要不然歌神仙都不乐意 什么叫黑不提白不提的 什么意思啊 那罗小聪对吴通不好吗 别看别看 还不够好吗 小朋友啊 我没有说你妈妈坏坏 我说你妈妈这个人真好 那她姐这么说话 就没有把罗小聪当自己家人 你知道吗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怎么跟我没关系啊 谭谭你先自个儿玩啊 那怎么跟我没关系呢 你让我干嘛 我肯定很熟嘛 你给我信啊 我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姓陈 我叫陈昂 就刚才跟您一块卖书 想起来了吗 卖书的书有你吗 是 瞧您这记下 我这形象就这么不容 让您记住吗 嗯 姐妹 咱们说正经的行吗 第一呢 你不是人家里人 就算你跟罗小聪是姐妹 这事你也别参谎 你知道吗 为什么呀 我们俩从小到大的姐妹呢 她的事就是我的事 姐妹归姐妹 你不是人家里人 里边这事你都不明白 我怎么不明白呀 她姐刚刚说那话 我全听见了 不是 你要是参谎进去 你不了解情况 你把这事好事也弄坏了 你的意思是 她们的事是我搅和黄的是吗 是这意思吗 你这老娘们怎么跟你好好说 你听不懂呢 你什么毛病啊你 说谁老娘们啊 你说谁老娘们啊 我动手怎么了 你敢拿我啊 动手动手 动手动手 那我去 你怎么这样干 做女人要有女人的样子 我去你怎么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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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啊 我们来打电话呀 你在哪儿啊 我在 你是你 你在跟谁玩呢 我在 我跟你讲过了 我就是过去给人家帮忙 有什么火你不要冲他来 你冲我讲好不好 这个事情不怪的 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以后 你还想有以后啊 你还想再接一次 再比一次是不是 你长不着脑子 你傻呀你 你怎么了这是 你是 有把柄落在人家手上了 你是欠人家钱 你 这是欠人家的千块钱 我跟五千块钱没关系 我五千块钱 是帮他还房租的 五千 五千块钱 你就把你自己给卖了你 你的婚姻就值五千块钱吗 我跟你讲啊 不是这个逻辑 胡桃 你气死我了你 离婚 赶紧给我离婚 我跟你说陆老聪 以后你再结婚 一定要打清好这个人的 亲戚朋友都什么样 胡桃姐当自己什么人啊 他说你一口一个什么开收衣店的 一口一个修车的 什么东西 跟他离婚好 早点离我跟你说 他们家人 自以为是能死样子 你住你那儿方便吗 别废话 走 您来了 您有什么需要的 我是慕名而来 那太好了 您看看 这骨灰盒呢 有紫檀木的 还有水晶的 瘦鞋大小号 一应俱全 您家谁过世了 是男的是女的 谁家谁过世了呀 怎么说话怎么那么难听 那您要是不办白事 您到我这儿来 你是罗小聪的妈妈吧 对呀 我是梧桐的姐姐 我是亲家呀 那来来来赶快进屋座 别别别 来进屋座吧 先别盼心气啊 先别盼心气 看好了啊 五千块钱 一分不少 好好点点 你这是 这什么意思啊 这就是你们骗我弟弟结婚的钱 现在还给你们 趁我现在还没改主意 今天心情也不错 赶紧叫上你闺女 拿上结婚证户口本 赶紧跟我弟弟把婚离了 要再耽误 可就不是离婚这点小事了 我得告你们了 我得让你们赔 我得让你们赔偿 赔偿我弟弟精神迷移损失知道吗 不是 你说这是假结婚啊 罗小聪 你闺女罗小聪 借给我弟弟五千块钱 第二天就拉着我弟弟去结婚 这不是骗婚是什么呀 你等等 你说是我闺女骗你弟弟 那你怎么不说是你弟弟骗我闺女呢 我弟弟骗你闺女 怎么 阿嫂 你们家没镜子啊 你闺女长什么模样 你自己不知道 她不知道啊 那你弟弟长得就好看哪 小眉小眼的像小老鼠似的 你以为我看得上啊 我弟弟像小老鼠 那你以为呢 你也以为呢 是 我弟弟长得不好看 我弟弟长得还真是不好看 是 她就行啊 那你闺女为什么看能见着我弟弟啊 她贪财啊 五千块钱就把自己给卖了 不是吗 真是的 这五千块钱看好了啊 还给你 你给我站住 干什么 我告诉你 我就是重顶的合法的店 我告诉你 你有话说话 你跟什么要摔东西 谁是你都摔 不管你是谁 又是他妈你也不能砸我店哪 谁砸 当然是了你敢说不是你砸的 谁砸的 你敢说是我砸的 就是你砸的啊 你要不砸我们家那招财猫怎么能掉下来啊 怎么能碎啊 那叫砸呀 那不叫砸呀 那不叫砸呀 那叫清清你拍呀你 求你这人吧 我告诉你别以为你有钱 我那东西你还真赔不起 那是了 你赔我赔 你赔我赔 你真不孝 不累 不累 你自己不祸 谁祸 谁祸 行了 少个人啊 来来来来来 行了行了行了 都别吵了 你们再吵的话 家属来了我都不会放你们走 那电话打通吗 通了 小姐 马尔代夫挺美吧 妈 小松 你可懒了你得跟妈做主 怎么办事 他欺负我 小松呢还大蒜呢 白宝女都演上了 你说谁呢你 还说你呢 看我干什么 我还应该把唐唐给你带来吧 你干吗 让她看看她妈什么样啊 我什么样 我还不是为了你 是不是为了我 我也没让你找人家来吧 你 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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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你们都是这个亲辱关系 您就私下和解吧 谁跟她是亲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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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努着亮了你呀 跟我咋亲亲 我都不给她 你小气 来看哪个亲安自好 你赶紧离 那我就不离了 怎么着 人家是合法和其评人们的样 我刚刚就抱了孙子也不离 怎么着 不离就是 亲大人 你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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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就不离 你瞅你那样 我别吵了 我别吵了 咱们见完字之后 有什么事回家再说 好吧 行 添麻烦了 没事 没事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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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小聪 可是说好了啊 明天早上八点半民政局 好 你别忘了我闺女 吴童 你说离吗 你问我弟干吗 什么同意不同意的 对不起阿姨 你甭对不起我 我问你 妈妈妈 我跟吴童说好了 明天早上八点半 这事你门关啊 看什么看 走 我错了 师父 我错了 我错了 这样白痴 sortir了 天吵 其实也没这么大表的 人比昨天这个事 让我且弄到派出所 请留着 不同啊 我看你平时吧 不言不语啊 竟干大事啊 这事儿大吗 不就是他需要有一个人帮忙 再说当时他也没有别人 只能找我 那他怎么不找我呀 是 我也有点后悔 为什么没让他找你 前面 我先想要你 快语 我先知你 天儿 你可乱 可乱 好 你可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点车 来了 对不起 我起来晚了 我出来了 还忘了带 在钱包 所以我是跑来的 没事没事 还来得及呢 那给你买点水喝吧先 不用 先吃饭吧 你吃早饭了吗 我没有啊 那 那也先去帮你 你怎么了 结婚证 我结婚证 结婚证 你没带啊 我带了 我记得我放在包里了 我带了 我记得我放在包里了 我带了 带了 我肯定带了 没事没事你别着急 慢慢找 带了 带了 我肯定带了 对 对 对 没事 没事 啦啦啦 啦 啦啦 啦啦 啦 啦啦 没着急啊 是不是夹到那个 是不是夹到那个什么 前方里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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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地拿出来放好了 我没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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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来 来 你了 干什么 离婚 不认识在这儿啊 不认识在这儿啊 往这儿看 师傅 我们现在九点四十啊 今天周六 咱就礼拜一再来一趟 行 到时候呢 到时候 我肯定早点过来 不是那意思 走了 罗老松 我送你吧 你了 没有 礼拜六 民政局不上班 你说像这种政府的 为人民服务的部门 经常这样 他们上班的时候 我们也在上班 那么我们休息的时候 他们也休息 那我只好下个礼拜请假了 你怎么今天废话这么多 礼拜一再去一次不就行吗 我没说不去啊 吃早饭了吗 没有 我出来的时候 我都来不及了 钱包都没带 还是乌同送我过来 乌同这人 还行啊 师傅觉得他挺好的 可惜你俩不合适 我说我们俩合适吗 知道就好 我跟你说啊 他就是一个搞文艺的 文艺青年 就是那种表面上看起来 多出善感 其实骨子里面 特别桀骜不驯 这种人啊 他不好相处 更何况人家受过高点教育 你罗小聪 上了那几年学 我知道 光忙着睡觉了 是吧 所以你俩怎么可能有 关于话题呢 你啊 适合找一个就是 普通上班族 按时上班按时下班 回到家就能看到这个人 多踏实啊 是吗 嗯 明白了 嗯 等到礼拜一 把离婚证 麻了以后 这篇就翻过去了 好好开始信任什么了 听到吗 嗯 那你说他为什么会同意跟我结婚呢 和你求他帮你忙的忙 那他为什么同意呢 他之前答应跟你结婚了呀 就是 因为你求他帮的忙了 可是他为什么败呢 我哪知道 吃不吃油条 知道 没给你了 我下期见 我下期见 有发现 发生了 火锯